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一下 他那個整個褲子啊褲子值得爆 對啦褲子裡面都那個泥土跟石塊 就變成一個打在一個底盤了 受惡者他狀況是怎麼樣 也是很難開話這樣子 最後一名還是第二名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的部分 他因為是在比較前半部 那他那個他是 但是當時倒塌的時候 他是整個是升級是 不像第三名是殖利的 他是person 那所以他埋的深度比較沒那麼深 那而且我們在靠外面的話 我們的操作空間也比較大 所以我們很快就把 這一名第二名把它做做出來 所以他們救出來的身體狀況都算完整嗎 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是完整 基本上是完整 兩位我們說就出來 基本上身體沒有看到明顯的外傷 因為最主要是 最後這一名中人 他最主要是他 埋的比較深 那被埋在這個 原本刮的 刮的這個地基的蠔鍋裡面 那整個深度比較深 而且是整個是殖利是埋在裡面 那 最後為什麼會這麼難救出來 就是很難 他 整個 還有泥土 都跑到他的這個殘庫裡面 他蠔蠔 整個退到這個 膝蓋以下 他變成 褲子裡面都是 泥土跟石塊 他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 大的一個石塊 像盆子這樣 所以 被壓袋底下整個 很難拉出來 最主要是這個原因 埋的高度 大概 他挖的那個地基大概有 1米 3 4 加上他整個 從隔壁島他下來的 高度也有一米多 所以整個 如果這樣算的話 全部的深度 將近3米 可能將近3米 幾次 融通 角度 一 兩 是 一 四